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新年特别节目 《非遗里的龙年》 我是王阵 陶瓷一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今天我是专门来到了千年磁都景德镇 一起去寻找《非遗里的龙年》 今天刚好开窑 对对赶紧我们参与一下 走 王阵在《非遗里面》看一看 这都是我们烧出来的器物 哇 这好漂亮 对 都是龙碑 这一只叫做浅龙物用 说我们人生初起的阶段 我们要在水中积蓄能量 超光养晦 这个是第二阶段 叫做县龙带田 真的是佛大精神 有很多不同的孕预 这是我们的《非王》级别的作品 哇 《非王》 太棒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给龙年最好的礼物 对 还有一件非常震撼的作品 龙当初遥了 初遥 为什么烧出了龙当你们会这么激动啊 因为王阵你知道吗 六百年前我们的姚神同兵 他跳进姚里都没把这个龙当给烧成 今天我们烧成了 对 我们把它复烧出来了 这个非常难得 所以我是作为龙人的礼物 送给国家 送给我们警察镇 中国陶持国物馆 在这里也祝全国人的龙元霸击 龙元霸击 哇 太棒了 我景的镇真的太有魅力了 对 我们景的镇 还有很多龙元素的作品 还有是吗 我建议你到处去看一看 好嘞 拜拜 张老师一会儿见 好 前面好像有一个老朋友 陈老师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龙 对 明轩德的龙文 我们叫他叫跨王龙 其实这一款呢 是属于明成化石色龙 我们给他取一个外号叫温柔龙 这个龙好大呀 这个大碗 这个是拿来吃面的 还笑了 这位 这是属于当代的龙 啊 这属于当代龙 对 这属于当代龙 就是我们当代的龙 其他地方也看一看 可以啊 我们再逛逛去下一个场地 好啊 哇 这个龙好漂亮哦 这里呢 也是景的镇的 整个景的镇的龙脉所在 然后呢 永乐年节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看就是最经典的元代的龙 元代的龙罩呢 它是三爪和四爪为主 啊 这里有一个龙 这里有一个龙 对 它是属于蓝地白花 哇 这个龙船好漂亮哦 对 是不是特别精致啊 对啊 这不就是龙缸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玉瑶厂的 这个镇馆之王了 可不可以去一个其他的地方 感受一下我们现代人 对于龙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OK 没问题啊 那我们就去下一站吧 好啊 哇 陈老师 这里好热闹啊 就是景德镇很有名的夜市一条街 哎呀 这里好多龙的元素 这里有条龙的 看到没有 看一下 哎 是不是 绿色的 这是绿龙啊 这些都是龙的 不同颜色的龙 对 这个红色是不是料 是一种柚 哎 这里也有很多龙啊 中国人看到了红 就感觉充满了希望和口味 对 红通通的嘛 对 这个龙呢 其实一看 就是乾隆时期的一个画法 这个龙头啊 它的神态是比较魔性的 我们都说它叫魔鬼龙 这个就是 对 就是青花嘛 今天带你看了这么多龙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能hold得住 哪一朝的龙啊 每一朝的龙都很好看 干我学员 每一朝龙我都hold不住 我觉得我还是只能hold得住 自己的龙 那我们就走吧 走 让你去做一个自己的龙杯吧 那太好了 走啊 那我这个做的礼物 这第一步是什么呀 当然就是拉批了 哎 对吗 感受一下 先感受一下 对 这叫第一步 打动 打动自己抠不行吗 嗯 我去保了 但是啊 好了好了好了 就不过去了 好好好 停停停停 完成 竹老师快快快 帮我修好它 就差了 怎么了 无从下笔 好 这就是我的龙头 龙不是那种S型的曲线型的吗 然后龙尾是可以上扬一点 今天大家看到 你也没笑得这么开心 我是感觉 你这个曲名太好了 很美龙 我光带地家锁了 好了 不样 童老师画得不样 还好吧 让陈老师给你改一下 陈老师猫改改喽 毕竟是属于自己画的 然后呢我也希望自己新的一年呢 这个龙头四海 一飞冲天 好不好 好好好 好的